上次清漫段片尤尾的时候有跟大家说过 其实柏提好吃的餐厅就不止清漫一间那么少了 我那位广州fan就推介我和阿英表妹 去吃柏提里面另外一间非常浮夸的餐厅 今天就来介绍这间餐厅了 不过在介绍这间餐厅之前 我有遇上不读餐厅名这个问题了 就连我一位广州土生土长的朋友 都说不读这间餐厅的名字 这个餐厅名的两个字是这样写的 我都稍微读过下书 知道第二个字应该是仓穷的穷字 不过第一个字我真的连见都没见过 于是又要出动我母校的月音吻会 原来这个字是读拱 所以整间餐厅名应该是读拱穷 一个非常挂的名字 不知为什么在广州这个流行粤语的地方 这间餐厅要改一个没有广州人会用粤语来读 而且用粤语来读非常挂的名字 正如之前所说 这间餐厅是一间非常浮夸的餐厅 而且他声称在这里吃的是概念中国菜 即是代表着什么呢 即是说这间餐厅的人均消费是比较贵的一只 还要整餐饭都是由我来付钱的 我们总共叫了四样饮食和两杯饮 卖单差不多五个水人仔 计算港纸人均差不多三个水 所以想不到来到广州之后 都要拍一集吃到变穷L游记 所以麻烦大家 不要再说我对IM表妹不好啦 其实我对她不知几好 因为整个广州之旅的每一餐饭 都是由我鸿河包来付钱的 你说这些那么好的表哥去哪里找呢 好啦废话就不多说了 我们都是回来介绍我们今天的餐厅港红 港红除了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之外 其实这间餐厅的外观都是非常奇怪 你要非常留心去看才会留意得到 这间餐厅的大门口究竟在哪一道 它的大门口装到好像一道石门 你只要走过去到石门就会自动打开 感觉上就有点似古装武俠剧里面那些秘道暗门 整间港红总共有四层 所以港红是一间几大间的餐厅 而作为一间浮夸的餐厅 对比起贵满龙那种浮夸的装修来说 港红的装修一点都不浮夸 甚至是走极简主义的型格路线 整间餐厅以黑色作为主调 而且灯光都是比较暗的 所以大家都会见到今次拍片 集信会比较多 而亚烟的臉都是比较黑的 港红的装修不单只穿到全身都是黑色 还会戴上一顶黑色的牛仔帽 感觉上都真是挺有型的 不过说到最特别的都是份Menu 整本Menu几乎只有黑白色 即是代表着你在内面是找不到任何一张图 如果你是那些一定要看了野食的相片之后 才懂得落单的人的话 你可能就要看看大众点评的相片来帮忙你的手 说了这么久你应该准备要喝我了 又说港红是一间非常浮夸的餐厅 刚才说的东西完全不浮夸 所以跟着下来我就要开始介绍 港红那些最浮夸的食物 先来讲讲这一个液淡青花椒螺 上菜的时候 那些stuff是会倒点水下去 兜里面的两个干冰那里 所以又是会搞到煙霧离漫 不过这样都未到最浮夸 我们吃的螺片原来是被这个冰球罩住了 吃之前你就要用匙羹轻轻力烤碎它 然后就可以夹到内面的螺片 螺片做得很爽口 都算几鲜甜 由于落了一些青花椒下去 所以就带有很轻微的麻辣味道 接着下来就介绍这个冒松脆皮豆腐 这碟东西的摆盘就十分漂亮 是一块黑色好像石头的碟上面 其中一半滲了一些 而且是糖霜的白色粉末 还有一棵好像松树的草 看下就好像在冰地上面 而这个炸豆腐吃之前要点一点练奶 外面的面包糠炸到很酥脆 而里面的豆腐画得来又真是挺香豆味 所以都真是挺好吃 不过讲到最好吃的一定是这个 石烹雪花牛肉 这道菜上菜的时候是会先上一块 预先烧到好热的石板 然后就会将这一包 用热包住的东西放上这块石板上面 炆走之竹签之后 原来里面就是包住十块雪花牛肉 各stuff是会即场在这面前 用一块烧热的石板 烧牛肉给你吃 大家都可以见到 牛肉的纹理其实十分之漂亮 所以其实烧的过程就只放了牛油 少少盐和黑椒 吃下去你就会吃到净香的肉味 而且有超多的肉汁 更重要的是肉汁非常之嫩滑 几乎做到入口即溶 所以真是很好吃 唯一缺点我想就真是比较贵 这碟成为158元人仔一份 但就只有十块非常小块的牛肉 为港子差不多要20元一块 同样都是用石头来煮熟的 还有这个鵝鸵石桑拿大虾 上菜的时候除了会有一盘生的大头虾之外 还会有一个小煲 里面装着一些烧到好红的鵝鸵石 Gostar 会首先将鵝鸵石放入一个大碗里面 然后就来到最残忍的画面 将大头虾连少少水倒入鵝鸵石里面 让它们尖山煮熟 大家可以见到虽然大头虾已经睡觉 但当倒下去那一刻 脚还是懂得肉 证明大头虾真是新鲜 不过由于大头虾这一只虾种 本身的鲜甜味就一般 主要吃的都是它爽口的虾肉 如果换上其他虾种的话 应该会更加好吃 不过纯粹当看表演的话 都挺有趣的 最后就介绍了饮饮 因为那天我们是下周离食 所以就叫了两杯无酒精的MOTEL 先来讲讲IEN叫的这一杯 又是净浮夸的潮值之缘 上面除了插了一枝玫瑰花之外 还用白香果的皮 来造成一个碗 里面放了一些干冰 然后上菜的时候 相信大家都应该会猜到 没错了 又是会有东西倒点水到干冰那里 所以又搞到煙霧离漫 这杯潮值之缘 喝下去很重白香果和菠萝的味道 不过我和IEN都觉得太过甜了 派喝甜的朋友就要留意一下 而我叫的这一杯阿凡达 本身是用一枝很普通的杯泥装着 不过落单的stuff见我们拿着手机 所以就和我们换了这一枝人面杯泥装 喝下去的味道其实就不是很浓 像是下了少少果汁的梳打水 看Menu他就说里面的盛饭包括 摘骨木花、西油汁、荔枝和梳打水 另外还加了一些蓝铲糖漿 所以整杯是蓝色的 另外虽然公共买的食物都是偏贵了少少 但他大部分的Cocktail和Mocktail都是卖48元 居然比上一集的清漫还要便宜2元 由此可见清漫的饮品真的收得比较贵 总括来说公共的食物质素真的算不错 很多上菜的方式又或者摆盘都非常浮夸 对于女生来说这一点都是一个挺大的吸引力 无论是推介这间餐厅给我们的那位广州fan 还是阿英表妹都非常之喜欢这间餐厅 我想这间餐厅都属于一个dating的好去处 缺点我想就是比较贵了 人均要成两个多水人仔 不过如果大家真的来dating的话 相信价钱绝不是一个问题 好了今集就来到这里 下一集将会是今次广州之旅的最后一集 将会带大家去食王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